今天天陰陰,灰蒙蒙又來到郊外 整個感覺像甚麼?我覺得像在英國 所以今天來試一個英國品牌,MG 而這一輛是MG的旅行車,MG 5EV MG 5EV 今次這輛MG 5EV是跟上次試駕的ZS EV 電機、輸出功率、續航都差不多 但在外觀上,設計方面 就沒有了ZS抄襲的味道那麼重 這輛車的設計和裏面的東西 是由英國和歐洲團隊設計設計的 所以也有一點歐洲的味道 當然製造的仍然是在中國大陸 我們看看細緻位置 第一時間看大燈 跟一般的歐洲車或日本車都好 都是很鮮明的 它的頭燈是不錯的 設計也不錯的 起碼看到有一個LED的頭燈型 亦都是一盞大燈 指揮燈就在裏面 亦都成為一體化的 上次ZS充電的位置是要向上開的 但今次MG這個又不同了 這個真是人性化一點 起碼打開是向側打開的 看到亦都是一個快充和慢充的位置 起碼這個位置充起電上來都算方便 打開車頭之前 我突然間發現車頭錦的設計也不錯 有幾個骨線在裏面 也不錯 打開車頭錦 打開頭錦裏面是沒有引擎的 但裏面是一個電機 還有一些保養液的儲存位置 原本它的車架和設計 都是有汽油版本 但在電機版本當然它是在裏面 放在馬達裏面 它亦都是前驅的型號 馬力大約是153匹左右 扭力是261Nm 0-107.7秒 對於一般城市來說 我都覺得已經足夠了 電池這部份其實跟ZS一樣 都是用上寧德時代的電池 寧德電池我上次都說過 其實它是跟Tesla同一間公司使用的電池 另外它亦都是同樣所有電池放在底部 放在底部有甚麼好處呢 第一個好處就是將重心全部降到最低 第二個好處就是可以令車架的剛性加強 這兩個好處 所以電動車為何會覺得車架比較硬 以及重心和處理好一點 這亦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 好,我們看看車尾 在外國,旅行車是相當受歡迎的 為甚麼呢 因為它實用性高 有空間可以載一堆東西 再不然可以去滑雪、露營等東西 可以加個頂架 放在車頂上,踩單車都可以 好,至於車尾的設計如何呢 我又覺得挺喜歡車尾 因為其實它不會太誇張 起碼有少許的擾流 亦是有尾燈的設計 亦是呼應車頭少許的感覺 而且它都頗為立體感 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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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最主要是看裡面裝的東西多不多 這個是對於一個旅行車實用的要點 好,打開車尾箱,看上去的空間都很大 其實它容積有1367L 起碼放大行李、兩個小行李 完全沒有問題 放東西都多 還有,它跟一般的歐洲車設計 亦是一樣的 它會有少許升高一級的位置 這個門檻升高一級好還是不好呢 有些人覺得好,有些人覺得不好 好的就是,裡面的東西不會太過撞來撞去 撞來撞去都是這個板 就不會撞花這個尾門 另外還有一個好處,就是你拖個行李出來的時候 或者是拖重東西出來 這裡有半級給你撞 撞住就放下去是OK的 可惜的是,你秤上去亦需要多點力才能秤高到這個位置 座位亦可以向前拉 兩張座位都可以放更多東西、更大的東西 還有一樣窩心的 就是這個袋 這個袋裏面是充電的充電 很少可以有這麼便宜車 這麼窩心放好一包給你 OK 今次試這個版本是屬於MG5內較為低配的版本 但它的續航旅程都已經有370公里了 香港城市行駛來說也是足夠的 可能很多人都會認為國產車的質量不太好 或者它的零件不太好 但這部MG5 所有的規格和生產線都是有別於國內的車型 跟上次的ZS一樣 它是特別一條歐洲的生產線去生產的 它的QC和Quality都會比國內的版本不同 或者會好些 還有就是它所用的部件 很多都是用Bosch 用細薄零件 其實這亦合乎很多歐洲的規格 我們進入車廂看看吧 好 坐到進入車廂了 給我第一個感覺 都與ZS相當不同 因為它起碼有金屬框邊 看上去較高級 還有類似皮革的車線 摸上去的質感軟軟軟軟的 都可以的 還有它有一個皮質的帶盤 看上去雖然它是一個很便宜的版本 但看上去也有些質素在裏面 有些設備在裏面 還有看到錶板也有一個螢幕 有兩個實體的指針 一邊是速度 一邊是E8 這次有一點進步 它是一個公里數 再不是Mouse 然後下面有Km 這次簡直是Km 另外這邊 在右邊有電池踩時電量上升 然後也有Boost 也有Charge 可以讓你知道電機運行狀況 中間的屏幕是大約7.5吋 而且它亦是為了遷就圓形 在右邊的圓圈那邊 有一個電壓顯示 在左邊半圓 就會有電量幾百%的顯示 中間亦有車速 亦有電量行駛理數 耗電量 例如你現在走多少kWh的100公里 這些實時的資訊 全部都可以在這裡顯示 另外這邊 亦有一個中央的控制屏 有Apple CarPlay 另外 冷氣的位置就在下面這個位置 亦都是我經常說 冷氣調節方面易用 起碼不用周圍扭 風量在這裡扭到 冷暖是這個 我在這裡就已經設定了 跟一般汽車用的冷暖氣沒有太大分別 這個位置就是一個電子波箱 它亦有PRND 亦有Mode的選擇 有Sport Mode Normal和Economic 另外一個回收KERS系統 這個KERS上次也介紹過 它有三級的回收能力給你 三是最大 然後會有二和一 一是最似私家車的 至於座位 我覺得頗滿意 因為前座承托感是相當足夠的 而且摸上去 皮都頗軟身、頗舒服的 像我這種外套的尺寸 坐下去真是剛好 這個皮的質料亦是不錯的 因為始終不是一個很貴價的車型 給亦有這樣的質素 這裡亦有杯架 這裡亦有少許雜物箱 車廂裏面我覺得頗滿意 設計也頗不錯 如果說車有甚麼不好的 始終都會用一些大眾或 Volkswagen 類的部件 例如窗制、開關門制、電子手札 都是類似 Volkswagen 但這次天窗不同了 就是用這個一按形式 就不同於上次的 Volkswagen 的設計 前面亦有一個太陽眼鏡的收納盒 我們看看後座 只要坐到後座 第一個感覺是坐高一級 因為始終電池在下面 你明顯是坐高一級 馬上看到的好處 它是平地台的 起碼左轉和右轉都是方便的 但當然便宜版有些沒有了 沒有了後面的出風口、USB 這些就沒有了 這就屬於便宜版可能會差一點 大問題的就是自己再新一條線 前面有USB 有兩個 這裏再新到後面 好,這裏 亦有一個中央手枕 這張椅坐下來我覺得頗舒服 頗厚實 頗有梳化的感覺 中長途來說都可以 用料足夠的 試車當日MG-5 售價仍然未有公佈 不過據知它的一換一售價和 ZS 差不多 都是圍起20萬元左右 以這個價錢 我覺得頗有吸引力 因為其實它頗大件夾底食 好,今次我亦找到一位朋友來試試車 今天亦找到一位Tesla的車主 亦都是我試了很多電動車的好朋友 Dennis 你好 Dennis,我們今天又來試電動車 今天這輛是英國車,MG 沒錯 已經是國產品牌了 OK 對,因為我接觸MG是我讀大學的時候 澳洲 在澳洲 對,是MG開篷來的 中置引擎 很開心 這次見到MG 這次見到MG 除了看著的標誌 其實你不會聯想到它是一輛MG 你覺得它的質感是愉厚? 其實我知道了它的價錢 我覺得它的質感是不錯的 當然有得再閹簽 當然有得要求 但如果你能夠付20多萬的話 我覺得它就能夠交到功課了 我看你起碼看到一些線位 有些縫線 對,縫線 裡面的設計 摸下去軟線 起碼是不錯的 坐姿偏高一點 但是整輛車 我覺得你不需要接觸到一個新的電車 你要有另一種適應的感覺 我覺得這件很不錯 很多人都會覺得Model 3 或Tesla 很高科技 大廈都用在螢幕內 但其實很多人 未能夠一下適應它的高科技 而且有些人會害怕 其中一個是我爸爸 我想你試試車 他說不行我不會碰 他覺得太高科技 我說其實太簡單 但他直接完結到第一步 都不敢接觸 這件事是一個問題 我也覺得是 如果看見這個樣子 我想他看到實物 他也不知道這是電車 他的律程度可以調整 我試一試 我覺得它挺純的 就算是最強的模式 也不會像拖了二波那種 也很輕鬆 如果一般就很輕鬆 好像沒有 像普通引擎一樣 還有馬達聲大了一點 如果沒有聽音樂就會比較留意到馬達聲 明顯一點 用Sport 還是普通引擎? Sport 全輪圈 它是油順的力量 但正常駕駛車我覺得是足夠的 這種加速力也不可以 不可以要求彈射Tesla那種 都很像一部2000cc的車 對 正常2000cc的房車 所以我覺得它的對象就是 你不需要特別適應電車 基本的很充斥的加速力等等 它的市場是另一類的 但我覺得是挺個人的 這張椅子猜不到適合我的肥仔 也挺能夠托得到的 它能夠托得到 其實它又不是紮包著的 但原來它的盤子也有支援 我覺得是挺好的 平時坐得舒舒服服的 我做了一件外套 我都覺得很沒問題 而且電動車還有一個特點 它的車架和電池在下面 重心和車身剛性 這也是屈了機的 對 電車的天生就是重心在低 所以很容易得到身體軟 一定是比其他車小了 其實它處理的爛路是很強的 因為它在這裡算了 你看 嘩 阿婆在這裡很可愛 對 很可愛 對 看吧 對 看吧 就算它的下輪移動 它也是很漸進 你不覺得很令人害怕的 就算它的尾部有一點點膝蓋 沒有 我有一點點擺 車架其實真的硬朗 你會看到我們這樣轉 即是車開始下輪移動 或者開始下輪移動 你會很清晰 你不會覺得扭了 扭了才傳遞訊息 你就會慢了一拍 你會看到整輛車都橫移動 又在這裏 唯一是車輪移動 始終沒有辦法 因為它屬於便宜的車輪 對 沒錯 不可以說它是很漂亮的車輪 但是它輕鬆 以及車架是真的硬朗 對 相對 對 輪移動 顯身就容易 會試到它的極限 車架的反應 但是原來 在這麼低的輪胎的情況下 你控制 overlimit的控制 都是很輕鬆的 反而一般駕駛者 你會容易處理的 你又不用太擔心 有時好坦白說 那些車太好彎 想著試極限 其實試極限 試極也未見底 是 有些人又不知道 不斷以為自己很堅定 摸不到底 到摸到底便可能太遲 或太危險 反而它很容易出了極限 我覺得挺好 這就是它的先天 或者是可以換得到的裝備 沒有甚麼所謂 我覺得換回更好的輪胎 其實整個車架已經很好 因為它很硬朗 真的想不到 而且以實用性來說 起碼它是Vegan 尾箱很大 對呀 我駕駛下去 我沒有想過原來是Vegan 它全部都算是 不過這就是電車的優勢 就算一輛這麼大的車 有尾箱 你駕駛下去 那種輕鬆感 就不像 所以如果你說正常 用來代步 裝東西等等 我覺得再加上價錢 對呀 你還可以買甚麼 一個新車給你這麼多東西 就已經很足夠了 不過這些車輪雖然不是說 甚麼Performance 但起碼看到它的極限性 以及一些操控性都可以 對呀 正確這麼說 它當然不是我認為扔彎性 但是先天的電池在重心低 身體移動小了 而出現極限 哪怕有時下雨地濕 避狗好 避貓好 你一扭 原來出來的反應都是這麼自然的 正常駕駛者 就可以很安心去處理這輛車 不用怕 這些可能會怎樣 電池拖著摩打 可能會再飆再剩 原來出來的效果是這麼輕鬆的 我覺得是好的 你有沒有發現現在這些車 是代替了韓國車的大件抵食 對呀 現在韓國車都不是便宜的 對呀 反過來它真的大件抵食 對呀 質感是不錯的 它甚麼都給你 是否去到最漂亮 我現在看到手工OK 完全合格到的 跟上一代的車沒有分別 對呀 對呀 我自己覺得有進步空間 但是老實說 如果你給二頭 就有一輛電車 又安裝到人油 又安裝到貨物 即是基本上你去超級市場 去甚麼地方買東西 你不需要擔心 當它一個超級腳去看它 那就很OK了 真的 視覺和效果都不錯 對呀 保養是怎樣的 電池有七年保養 我覺得這個又不需要太擔心 對呀 正常都是十多萬 對呀 就如你一年兩晚便足夠了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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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